好大家回到畫面上的話就會進行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那剛剛有丟一個連結的部分是今天的對戰組合 剛剛那個主播土豆這邊都沒有講話 是因為很努力的在K今天的對名 那第一場比賽大家稍早的開場白有講LADY GO 今天那個第一場比賽的對名就是LADY GO 對上的是讓我想一下 好第一場比賽開始 今天這場比賽的話是台北二組的第一場三四二強賽 好先看一下四名選手分別使用的機體 沙滴是引擎 還有神力心理喜樂的是沙滴 然後另外一個是諾葉姬 諾葉姬是MAK MAK用諾葉姬 然後最重要的是ShutShutB 擋槍又擋彈的諾葉姬 結果爆了 哈哈哈哈 好一個互換 然後這邊是 聖意張彈 流星裝備 好那這應該是 小傑嗎 他R後嗎 還是在是 他R了嗎 我以為他R 我要場上的話是 現在是5比10 那有兩隻 快沒血的喔 藍隊 藍隊是 越戰優勢喔 因為 同隊可以有兩顆頭可以再收掉 同時引爆 約好了就對了 然後因為昨天是第一次 那個SD的線上直播 所以玩家有一些建議啊 說 控個機台啊 或者是 畫面 需要有一些地方要修正一下 那今天會再 把視野 抓得穩一點 嗯哼 對 讓玩下去看得清楚 盡量可以看到整個場的 彈鬥的變化 那只是因為有時候拉太遠喔 會沒有聲音 所以還是有時候是 鏡頭會卡在 比較近的畫面上 這邊就是一個 剛好兩組人馬的對打 如果沒有畫面的 就按F 重新整理一下 那目前的 轉播過程是 還蠻順暢的 看這個護肌的諾葉 還有 沙沙比 這台機台是昨天沒有 沒有登場的 沒有登場 第一次看到沙沙比 那賽平要稍微針對這台機台的特性跟大家 講解一下 沙沙比嗎 沙沙比其實我沒有轉到這一支 但是我只有沙沙比 我沒有SR的沙沙比 了解 對對對 可是 SR沙沙比在 在玩家裡面 我覺得他們 比較 我真的 我真的不能亂講 我真的不能亂講 沒關係你就照你的想法講 我自己覺得 SR沙沙比評價是比較高的 對 然後這裡有一 諾葉要展現他的精湛實力 靠得過去嗎 兩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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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連續 打爆了兩台機體 而且他血還剩一半喔 真的是相當硬 還有那個 防禦的提升 而且你看現在Ready GO的分數跟 讓我想一下 感覺 那個分數已經有點落差了 看玩家在出賽的選擇道具後 好像都有放E秒 VE秒 對 因為大家都怕被牽制 這個 效果 發病性的 一個E 對 你能唸E 瞬間沒氣就不能走路 對 然後馬上就中大決了 然後馬上就中大決了 已經中了大 一下 平常是 看不到那種沒有進入 黑幕的大決 我覺得沒有血 沒有血 可以砍爆對手嗎 我最後還是丟了大決 剛剛正宜 正宜當然連續裝的還不錯 可是他血沒有剩很多 他先去刷個兩刀再放大決 選個保險 現在是等待 剛好對手兩台都還等待復活 剩下 30秒 紅隊差10分 看來這場應該是沒有機會逆轉 因為時間不夠 那現在紅隊這個部分 下面也是在整機會 小傑也是躲好 因為他血不多 盡量不要把分數再送給人家 好 時間進入最後的倒數 好 確定 然後第一場比賽 所以我們 ready go 獲勝 好 開始 這是讓我想一下 然後第二場比賽 開始 這場地也不大 但是他有一些障礙物在 很像沙漠 那沙漠上面放了幾個建築物 剛好四台機體都在這個建築物旁邊 做一個 他們現在用瞬移的方式去換個地圖 現場是不是出了點狀況 因為目前好像 大家都不動了 大家好像是在 等待個什麼東西的感覺 好 因為現場有破圖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場準備 現場決定要重開 那因為現在是準備要重賽的關係 現在準備要重賽的關係 所以 我們這邊就稍微聊一下 現在兩隊的機體 那 首先是讓我想一下 他們這一隊的機體是 分別是 諾葉吉爾 還有薩蒂利 然後另外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 這個人是 Ready Go 開的是薩薩比的那個 SR那一台薩薩比 還有正義鋼彈流星裝備 那我們等一下 請主播 土豆幫我們看一下 他們的 OC的狀況 那這個是 薩蒂利 也是EX的OC 那 那 看很明顯的 他是全部點的攻擊 那現在 目前他們現在的狀況是 要重開 一個 新的房間 因為剛剛房間有出點狀況 請大家等一下 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有玩家開的 那個 防敏的部分 有一個SAO為大家加油 就是昨天的冠軍隊伍 在這邊替大家加油打氣 那也希望說可以晉級一些 實力堅強隊伍 在總冠軍賽 來跟他們 同場較勁 謝謝 按鈴 按鈴 約 壓力 壓力 今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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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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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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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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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那我想一下先贏的冰場比賽勝利 這開局兩邊走的蠻近的喔 越來越接近啊 先把... 都會給... 打掉之後一個... 夾擊嗎? 機會嗎? 好沒錯,再... 人數... 處於劣勢馬上就被... 收掉一個10-0 重點是以... 同隊這個部分 就是莎莎比跟正義鋼彈有心裝備 Ready Go的隊伍 值得領先 然後... 剛以為正義鋼彈也掛了 沒有 看他的血量 他還活著 有夠驚人的血量是... 0.5% 小傑 加油 一滴血的小傑 好,爆了 哈哈哈哈 好,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還了5分之後 比賽繼續... 莎迪知道他跪在那邊 還是丟大絕過去了 好,所以剛用大絕換回了5分 現在是10-10 把分數拉回來 洛耶現在衝過來 對著... 爭議嗎 現在有刷爭議唷 欸,爆了大絕了 好,爭議剛才因為是... 那個... 背負受敵啦 所以就是先把大絕交出來 然後... 把薩比也過來支援 我發現他們好像都會先把... 諾耶... 想辦法先把... 用一個殺掉以後 再去打另外一劫 對,那奇怪是... 剛剛一輪猛攻居然沒有人死掉 可能就是他們可能也是... 防禦點很高吧 小傑 小傑在柱子後面晃晃晃晃晃晃... 找空,因為沒有被射到 然後丟了... 玩家所謂的香蕉 這個香蕉鏢蠻厲害的 這邊有人撞大絕囉 還不錯就是 諾葉其實也蠻會丟的 小喇比被解決掉了 剩下這次了 爆了然後又是 誒 剩下這次了 哇小傑這個猛啊 沒有血還是把諾葉給撂倒 那這邊是一個單P的過身 有大絕嗎 爆了 太大了 瞬移趕快跑掉 諾葉繼續是用遠程的方式去 牽制那個殺殺比 那流星自由 不是流星自由 是流星正義也剛復活 帥氣的正義又復活 不錯 先來個導彈先消對方血量 好這一個是倒地炮 不過諾葉那邊真的 防疫真的很高啊 他技能一打開的時候 真的 打不到 打不到 看一下這邊他們怎麼去解決 哈 兩邊這邊 在一個滯空站喔 那那那那 人咧 還是在天空上 小傑就是 現在是以 放風箏的狀態嗎 還在飛 喔又又是導彈 諾葉也好像 抓不到他喔 這 讓祖國這邊有點頭暈爆了 殺殺比想說你們在幹嘛 就放個大絕就好了 先丟 這是一個反派 反派角色 這是下揚 這經典 非常經典的記憶體 殺殺比 好最後 然後 一人一凱沒有死掉 所以比分多了5分 贏得這場比賽勝利 頒揮一層 所以DGO也得了一次的勝利嘛 而且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開到地圖是一樣喔 然後兩邊各拿一分 代表說 實力相當啊 那也沒有因為地圖 哪一方佔了優勢喔 那就看第三站 第三站的部分 誰表現比較好 神经典 好 好 原來不一樣 好 我們要想 那我們現在 這場地是 蠻新的一個新場地 那目前也是 我發現 薩地利好像都是 在 那更正一下 應該是說 地圖結構 結構是一樣的 各拿一場 代表說地圖的影響 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回到場上的部分 大家一秒一直在噴 一秒一直在發動 一秒一直在發動 現在雙方都來到了中間的地帶 再進行一個交火 薩薩比沒有血 若葉有砍到他們 若葉把他砍倒之後回頭再打 小姐小姐爆了 若葉槍漂亮 打掉一隻之後馬上再回頭幫隊友 砍掉另外一隻 小薩比說我生氣了 好一 一 一復活 這馬上先把五分要回來 哇 又拿了 追平的分數 二連殺 而且現在看來是 小傑都還沒有拿到一分 是做輔助的動作 然後把尾刀交給伊卡 他怎麼突然 就爆了 就爆了 Join G G G 那只好請田蘭唱歌 馬上弄一下他 馬上弄一下他 我覺得 我是很想要唱 我不會唱 我是很想要請我們的廣播唱一下 鋼彈的歌 我覺得比賽還是在進行中 或許他們剛剛只是在 討論戰術吧 現場討論戰術之類的 又突然活躍起來了 目前領先的是藍隊 被贏贏了10分 好了最後一次讓我想一下 哇小傑剛這個 一滴血喔然後一直飛走 洛爺想說 打兩下都沒有打到 換成刀也沒有砍到他 正義剛在這邊的大絕 想要華麗漂亮 帥氣度百分百 雖然我覺得OR的帥氣度比較重 OR就等下看一下有沒有選手 開OR出場 好期待 羅爺羅爺要說我刀拿出來了 還跑 看來是旁邊那個 六中大絕 五上大絕 喔是薩地利的大絕 這邊分數有追回來一點喔 現在是35比40 薩薩比這邊要先躲一下嗎 這場大絕是 三分爆分不屌 也是丟的 好這邊追得漂亮喔 已經追到40比40 所以 所以 薩薩比可能會倒掉 所以他可能應該要再抓個5分 再把諾葉給擊倒 可能再抓一個45比45 就沒有 諾葉先掛 那薩薩比還活著 薩薩比就說 哇這太猛了 一條命已經抓了 從35比 欸呀 35比40打到45比40喔 可惜最後還是命不保了 平手 欸 他有衝回來要了1分嗎 還來得及嗎 這打絕 看來是來不及 好那最後就是讓我想一下 在最後5秒鐘得到的第50分喔 就得了2勝 可惜阿 以為原本是薩薩比的精彩表現 可以追成平手 但是最後還是 功虧一貴 恭喜讓我想一下晉級 來吧